中秋节你想好要去哪玩了呢? 2017田辽乐世界又香音乐节 中秋节当天将在乐世界地景公园盛大登场 周六的记者会上市府观光局长曾滋文小秀身手 带领乐团演奏揭开序幕 曾局长表示中秋音乐饗宴非常适合合家欣赏 也欢迎民众cosplay 当天只要有特殊打扮的前100位民众 就可以免费获得土机餐点 观光局长曾滋文拿着小提琴登台 驾驶十足 牵拉两声后 带领专专业乐团演奏出柔美乐章 聆听音乐还不够 缺席舞团四位舞者搭配音波精彩要动 赢得满场掌声 国际居民视觉艺术表演团体缺席舞团 精彩表演是为了2017田辽乐世界 右翔音乐会进行宣传 为了推广深度旅游 中秋节当天 观光局将在乐世界地景公园举办右翔音乐会 邀请民众到田辽野餐闯关 看表演 听音乐 我们把田辽乐世界这个二地形呢 打造成我们高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那也荣登了这个CNN的爱上高雄的十大旅游之一 那所以每一年大概在乐世界呢 大概就在这个比较秋天的季节 我们都会举办一个乐世界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我们特别选择在乐世界结合中秋节 那用一个带你上乐球的概念 然后在这里举办右翔音乐会 另外观光局还鼓励民众当天cosplay 只要穿着打扮特殊 就有机会吃到到底的土鸡料理 如果游客来到这里 你有特别的 比如说有太空人的装扮啊 有特别装扮的 还可以领到我们前100名 有百分的这个在地的土鸡的饗宴 记者会上观光局长及贵宾 还跟着家事达人一块学习制作柚子精油 鼓励民众中秋节吃柚子之余 将果皮再利用技能防纹 也兼具环保功能一举两得 港督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采访报导